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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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双刀将鱼蓉剁至极小 2. 用面粉、生粉、清水调和成的粉漿 3. 将鱼蓉放在盘里面 加入精盐、鸡粉、搅拌至起胶 再加入蛋清液、搅拌均匀 然后将粉漿分三次倒入鱼蓉中 每次都必须顺顺 每次都必须顺一个方向搅拌 并要将所有原料充分混合在一起 最后成为粘筹浮胀的鱼蓉 4. 洗锅落油 煮至90摄氏度 端离火位 将搅拌成糊状的鱼蓉 放成小丸 約15克放入油中 将锅放回炉上 用慢火炸到膨胀 色澤金黄、伸硬、撈起 拿干油分 放在盘上就完成了 炸好的鱼蓉是一种百搭食材 即是可以直接上台食用 又可以特配其他食材 做出各种各样的菜鱼 鱼、蚝油鱼扒库、菜胆扒鱼库、 丝瓜鱼库湯、风味各异 各有特色 炸鱼库的技巧在于 1. 刮出鱼蓉 要再刮到极小且有光澤 2. 搅拌时 要按步骤斑 不可以颠倒秩序 顺一方向用力均匀 充分混合一体 3. 炸鱼库开始时 要低油温、轻轻推动 当鱼库浮起时 轻轻翻动 稍为提高油温 炸到新硬、金黄色 就要生气 去飞机 订阅 牛 Across APP 通与